而山土耳台风大雨下一整夜 玉璃镇能亚桥旁的旧路 昨天晚间路旁边波图示滑动 连带上方的竹子丛林 倾岛阻断了整个道路 警方及时封闭处置 那么今天一早镇长公文郡市道场 看才了解并且由李明协力清除 上午10点左右就顺利排除了路障 昨天台风夜第一时间 赶到道路灾害现场的远警 赶紧拉起封锁线禁止人车通行 以免发生危险 二届获通报后 也在今天早上五点多 就到场看在的镇长公文郡 看见一大片竹林横更在路中央 赶紧请里长处置 三土耳台风大雨下了一整晚 玉璃镇德乌里能亚桥旁的 这一条旧路边坡不抵大雨冲刷 松动土石硬身滑落 连带上方大片的竹丛林也跟着倒下 阻断整条通路 经过警方以及镇公所现刊后 除了通报台电配合协助 德务里长以及部落族人 也协力清理排除路障 那有立刻为请我们当地的里长 触动他们这个马上 马上处理的这一些小组人员 那应该顶多是一个小时 两个人一个小时的时间 就能够把那一些阻碍在通路上面的 树枝跟枯枝跟土石把它清理完毕 那之后呢 对于那个15米以上的这一些树枝卡 在高压电线上 我们也通报了这个瑞税台电 台电瑞税分住所的人员去紧急的断电 那么他们也会来对这个专业的处理 那之后呢 那边就完整了 所以民众也不愿意太过惊慌 经过李明通力合作 上午11点左右 倒在陆中央的竹子土石 全部清除完毕 恢复正常通行 镇长龚文俊也感谢台电公司 及时配合 以及黎明的协力排除路障 并表示 山陀尔台风旗也请民众提高警觉 如有灾情随时通报 政公所也会及时处理 记者张敏泰西玉兰玉璃镇采访报道